畫面可以看到基隆系定路這棟公寓住宅的門口 地面直接破了一個大洞 當時就是有居民行進這邊踩空路面 才驚覺原來民摘外側的地基直接被掏空 因為排水溝壁破損 長期沖刷土石流失 也讓周圍的路面出現地層下陷的狀況 帶您來聽稍早訪問 會怕說地基的下陷的話 像大雨又下來又更緊張 沖刷的更嚴重 如果它的地基被沖刷的話 上面的再重又特別的重 今天如果發生任何台方的意外的話 其實會有很大的問題 房子會先傾斜 也會影響到後面的黃色 畫面可以看到地層下陷的深度 有大概3到5公分 甚至可以把手機直接放置進去 而居民也擔心地層下陷 會影響住宅的結構安全 尤其是杜蘇瑞颱風期間帶來雨勢 恐怕會帶來更嚴重的影響 而公務處表示 目前會先把破掉的鉤壁給填補回去 避免掏空的範圍擴大 等一下 請問 페點 在 請